威廉的舅舅决定要把家族传家宝 斯宾塞王冠给夏洛特公主戴 梅根知道后心里很不平衡 她也想要 威廉的舅舅表示很无语 要是给了梅根 那王冠就要不回来了 斯宾塞家的家传王冠 因为戴娜佩戴过才会这么有名 舅舅要把王冠给夏洛特公主戴 就是想让夏洛特公主能像戴娜王妃一样 为这只王冠带来荣誉和价值 梅根也想要斯宾塞王冠 可是她没有这样的身价和名誉 她都被人黑成这样了 要是舅舅真的把王冠给了她 那王冠就要贬值了 夏洛特是王室的公主 她斯宾塞家的王冠 会为王冠创造更大的价值 夏洛特是公主 不管在什么时候 从来不会缺王冠带 也不会缺钱花 所以把王冠给了夏洛特戴 夏洛特不会想着卖掉王冠 也不会因为太过稀罕这只王冠 而刻上自己的名字 如果把王冠给了梅根 那可就不一定了 梅根会刻上自己的名字 那王冠可就贬值了 而且说不定哪天 梅根没钱花了 还会把王冠给卖掉 除了夏洛特公主 王冠有一天还会回到斯宾塞家 给了梅根 那就真是有去无回了 查尔斯曾利用威廉 让外界接受卡米拉 对于查尔斯的公关能力 可能大家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 我们说一个最直接的例子 她曾让曾经遭万人唾弃的卡米拉 成功登上了王后的宝座 在1996年 查尔斯和戴安娜王妃离婚 一年后 后者因车祸离世 外界把这位王妃所有的不幸 全部归结于第三者卡米拉 据卡米拉本人描述 那段时间里 她的世界都是黑暗的 民众对她的怒火 甚至直接牵连到了 她的家人和孩子 在当时 女王明确警告查尔斯 为确保王室整体形象 不会受到进一步损害 绝不许查尔斯再和卡米拉 有任何联系 可查尔斯不但没听 反而立刻开始 为卡米拉制定公关计划 查尔斯很快意识到 一切的突破口 在于她的两个孩子 由于哈里因为失去母亲 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甚至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 查尔斯选择了年龄稍大的威廉 来帮助她完成计划 在当时 查尔斯询问威廉 想不想见一见卡米拉 年幼的威廉答应了 但在和对方见面后 威廉只是看了看这个女人 没有任何交谈 就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很可能那时的威廉 只是想看一看 这个害母亲遭遇不幸的人 是什么样子 但查尔斯却利用了这次会面 她在两人见面前 就已经安排了 记者和摄影师躲藏在二楼 在威廉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拍下了两人见面的视频照片 随后推动媒体进行大篇幅报道 官称威廉已经接受了卡米拉 这一报道直接扭转了外界舆论 认为大安娜离世而愤怒的拥护者们 意识到大安娜的两个孩子 还需要有一个扮演母亲角色的人照顾 就这样外界对卡米拉的口诛笔伐 开始渐渐的减弱 随后查尔斯开展公关计划就顺利了许多 没过多久就让卡米拉 重新回到外界视线 并在几年后将她取进王室 据称当威廉王子意识到 自己被父亲利用后尤为愤怒 甚至一度没有原谅她和卡米拉 在女王却说下 威廉选择维护王室形象 才在查尔斯婚礼时面对记者 对父亲表示了支持 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威廉私下里见到查尔斯夫妇 都难以忍耐心中怒火 想让外界接受哈利梅根 还要靠威廉 而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哈利梅根能否重返王室 关键同样在于威廉 无论这对夫妇是否现在想要回归 还是未来以兼职行事 重新担任职务 想要外界接受他们 查尔斯就必须说服威廉王子 众所周知 外界对这对夫妇的不满 大多来自于他们背弃 和攻击往事成员 以及他们与威廉凯特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突破口就是告知 外界威廉已经原谅哈利梅根 并和王室其他人一样欢迎他们回家 这样能取得的成效比过去 让他们重新接受卡米拉直接的多 目前我们只知道 哈利夫妇有返回王室 重新担任职责的意向 而查尔斯个人对此是表示支持的 如果双方达成合约 查尔斯将立刻展开 帮助对夫妇重塑形象的公关计划 但你们认为威廉王子还会让查尔斯 再利用他一次吗 最近英国王室为新登基的查尔斯三世 制定了葬礼代号梅乃乔行动 以防万一 这一传统遭到卡米拉的质疑 她认为作为王后也应拥有代号 一时间外界纷纷猜测 如果查尔斯先走一步 卡米拉的命运将如何 而威廉王子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她态度坚决 卡米拉即使做王后也不配拥有葬礼代号 根据王室冠礼 英国国王都会有一个代号 作为日后葬礼的预案 这主要是为了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查尔斯继位后 她的葬礼代号被制定为梅乃乔行动 然而没让她想到的是 王后卡米拉对此很不满 她认为作为王后也应该有一个葬礼代号 而不是只有国王独占 卡米拉的质疑引发外界热议 大家纷纷猜测如果查尔斯先与卡米拉离世 这位王后的命运将如何 她是否还能保有尊荣地位 情况恐怕很难看好 分析认为 这与威廉王子的强硬立场有关 她与母亲大安娜的感情非常深厚 一直无法认同父亲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关系 所以作为下一任国王 威廉的态度至关重要 事实上 威廉早就明确表态 就算卡米拉成为王后 她也不配获得葬礼代号这个殊荣 因为在威廉心中 真正的王后之位已预留给王母戴安娜 这一点无法更改 可以预见 如果查尔斯先与卡米拉过世 卡米拉作为寡妇的处境将非常尴尬 她将失去王后的头衔和地位 不再享有尊容 甚至威廉有可能彻底打压她 打断卡米拉一切在王室中的影响力 面对这种局面 卡米拉该何去何从 她大概也意识到 如果丈夫先走 自己将会身份尴尬 所以卡米拉现在积极拉拢 自己原来的儿子等人 进入王室核心圈 似乎在为那一天做准备 卡米拉深恩王室游戏规则 她的目的是坐稳王后宝座 哪怕名义上只剩空壳 所以卡米拉也会使用各种手段 维系自身影响力 与威廉博弈到底 她享受现在的权势 但也明白 一旦丈夫离世 自己就危在旦夕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卡米拉的结局都令人好奇 作为王后却没有参与葬礼 这在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 外界也在拭目以待 威廉如何在母亲与继母之间取舍 她会向卡米拉施以怎样的态度 关系到王室的和谐稳定 我们无法预知命运的安排 时间的答案也许最公正 有人说 纪念当年戴安娜遭遇不幸离世 卡米拉最好的去处 或许也就是不久于人世 因为在威廉心中 真正的王后之位早已被戴安娜占据 卡米拉即便被封为王后 也难以与之相提并论 这种隔阂似乎注定难以调和 无论结果如何 卡米拉都将成为王室历史上 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她的命运提醒我们 地位再高 也无法与爱相抗衡 看看我们的成为 question 我们爱吃你 气氛的肉丝 这就是一种 我看这种鞋的肉丝 看下来 煮好 再来 我想 就是 优优独播